地球上机器人的数量将超过人类 每个人都将拥有一台机器人 这是特斯拉CL马斯克曾经描绘的未来愿景 马斯克认为 未来人行机器人的需求量将远远超过汽车 他甚至还预言道 一旦产品成熟 量产数量可能将超过100亿台 甚至更多 那这个看似充满科幻色彩的愿景 究竟离我们还有多远 如果是我们的机器人 如果想要拥有一个机器人得花多少钱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 可能有人会说 这也太离谱了吧 机器人比人多 怎么可能呢 我们暂且不去讨论这个问题 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这些看似离奇的预言 往往最终都成为现实 毕竟在30年前 比尔盖茨就曾有过类似的神预言 回到1995年 当时比尔盖茨在一次电视采访中 就预言将来每个办公桌上 每个人都将会拥有一台电脑 虽然当时Windows95已经发布 能够播放动画 处理文档 已经相当炫酷了 但当时电脑仍是个新鲜物种 就连主持人都没有自己的电脑 这个愿景在当时也显得遥不可及 互联网那时候也才刚刚开始 比尔盖茨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了解互联网的人之一 他们甚至提到了一个 如何让电脑思考的问题 应该就是指的人工智能吧 但是当时根本没人相信 就像今天我们也不相信 未来会有很多人型机器人一样 转眼间 30年过去了 电脑早已变得普及 互联网几乎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所有方方面面 甚至催生出超乎当年想象的智能手机 计算机不仅会思考了 甚至它的算力更是远超人类 人工智能正在颠覆性地改变各行个业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 Chat GPT等大模型的出现 给人型机器人行业 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AI就像是给机器人装上了一颗聪明的大脑 让他们能够自主学习 从而使人型机器人正在从科幻走进现实 然而人型机器人想要真正实现大规模应用 走进普通消费者家庭 还要面临诸多挑战 其中首要难题便是高昂的成本 那么人型机器人的成本到底有多高呢 2000年 本田公司推出了世界上第一个 具有人类特征的人型机器人ASIMO 成为当时机器人领域的标志性产品 即使经过长达14年的研发和改进 虽然采用了先进的电区控制 成本仍高得下人 一台ASIMO造价要250万美元 在历经多次迭代后 仍找不到合适的商业场景 不得不在2022年宣布退役 后来软银集团旗下的Piper机器人 是少数实现商业化的人型机器人之一 与特斯拉Optimus等产品形态不同的是 Piper只有上半身为人型设计 下半身仍为滚轮驱动 身体没有很好的平衡能力 且功能难以贴合市场需求 但据公开信息显示 截至2020年停产 Piper累计生产了2.7万台 售价为3万美元 2013年 波士顿动力又推出了史上 最强大的人型机器人Atlas 不同于ASIMO Atlas采用液压驱动 它的每台制造成本约200万美元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后 如今Atlas已被电动板所取代 预计未来成本也将有所降低 事实上波士顿动力也因旗下产品商业化 进展缓慢而多次一主 目前已被韩国现代集团收购 人型机器人的开发者可谓是前赴后继 发展历程充满坎坷 但都心怀向往 自从上世纪70年代 日本早稻田大学研发了全球首个全尺寸 人型机器人WawaD以来 世界各地的人型机器人研发 从未停歇 从本田ASIMO到软银Pepper 再到波士顿动力Atlas 人型机器人之所以产业化难度大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技术复杂 成本高昂和应用场景有限所致 因此本田和软银等公司 已先后停产了相关人型机器人产品 直到特斯拉的出现 无意为整个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从概念到现实 特斯拉迅速展开了 人型机器人的宏伟蓝图 2021年 马斯克在特斯拉AI日上 抛出了通用机器人计划 那时的TeslaBot还停留在概念阶段 然而短短几个月后 便揭开了TeslaBot原型机的神秘面纱 并在2022年AI日上全面展示了 Optimist的技术参数与技能演示 Optimist当时不仅能在现场 自主行走和观众打招呼 甚至还能在汽车工厂搬运箱子 给绿植浇水等 到了2023年5月 Optimist完成了首次升级 从最开始的步态行走 一跃成长为能够精准抓取 搬运和上下料的全能高手 甚至还能灵巧地用螺丝刀 为另一台机器人进行装配 到了9月 Optimist又迎来了第二次升级 这回他通过神经网络学习 能够自主地将物体按颜色进行分类 同时他的手部抓取 与全身运动控制能力显著提升 还能单腿站立做瑜伽动作 而且Optimist还在不断进化 他的自主性和适应性都在显著提高 转眼来到2023年底 特斯拉正式发布了第二代人型机器人Optimist二代 这次更新 不仅让Optimist的外观上更接近人类 而且在性能方面大幅度提升 它的颈部新增了两个自由度驱动 使得头部能够更加自由地转动 通过集成执行器 电子元件和线数 整体系统的稳定性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行走速度提升了30% 使得Optimist二代的步伐更加平稳 它的脚部引入脚力和扭矩感应系统 搭配仿生脚结实脚趾 使其走路方式更接近人类 Optimist二代的重量减轻了10千克 相比上一代更加轻盈 可以轻松完成90度的深蹲 做瑜伽 跳舞等灵活的动作 展现了出色的肢体控制能力 Optimist二代还配备了全新设计的灵巧手 它的手有11个自由度 动起来非常灵巧 所有手指都有触觉 可以处理精细的操作 比如灵巧的拿取鸡蛋等物品 今年1月 Optimist还展示了奇叠衣服的技能 这一系列的进步 充分展示了特斯拉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 技术领先优势和超强的进化能力 不同于其他机器人 Optimist并没有追求高爆发力和高动态扭矩 而是在底层逻辑和算法方面下功夫 让Optimist能够自主学习 完成一些基础的标定任务 马斯克的目标是让Optimist成为量产的通用人形机器人 而且价格要亲民 预计不到2万美元 他设想Optimist最初会帮助人们 做那些重复无聊或者危险的工作 最终逐步走向家庭 帮我们做饭 修建草坪 照顾老人 成为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人形机器人的研发难度高 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工程系统 不过 特斯拉凭借在新能源汽车和人工智能技术方面的积累 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从结构来看 人形机器人主要由机械部分 电子部分 以及躯干构成 以特斯拉的Optimist为例 它的机械部分包含了42个执行器关节 电子部分搭载了FSD全自动驾驶系统和DE超级芯片 躯干则集成了传感器 电池组合冷却系统 Optimist的设计使其具备了类人般的灵活性与强大的计算能力 再来说说成本问题 人形机器人之所以成本高 主要还是因为那些复杂的关节部分 以特斯拉人形机器人为例 Optimist的主体躯干包含28个关节执行器 主要由14个旋转执行器和14个线性执行器组成 每只手配备了6个执行器 双手共计12个执行器 在最新款Optimist二代中 颈部新增了两个执行器 使得Optimist全身共有42个关节执行器 每个关节造价都不菲 随便一个就得几千到上万元不等 以特斯拉人形机器人的BOM清单估算 现在Optimist的整体成本大概在4万多美元 其中关节部件的成本大约为2万3千美元 差不多是总成本的57% 根据招商证券的研究数据显示 在整机的BOM成本中 价值最高的分别为FSD系统 无矿力矩电机和斜拨减速器 而在关节的BOM成本中 价值最高的分别为无矿力矩电机 斜拨减速器和位置传感器 为什么关节成本这么高呢 因为人形机器人要想实现人类的动作 就离不开这些灵活的关节 这些关节通常由传动装置 电机 感知系统 以及控制器等组件整合而成 每一个关节都决定着机器人的整体性能表现 为了追求更低的生产成本 Optimist采用了与特斯拉汽车相同的 FSD全自动驾驶系统 作为控制系统 包括兜骤 第一超级芯片 可以说 Optimist的设计无时无刻不在考虑成本因素 对于马斯克而言 不管是Optimist还是特斯拉汽车 还是SpaceX都在考虑零件的高度服用问题 考虑到特斯拉Optimist将来的售价目标 是不超过2万美元 让普通消费者都买得起 这就意味着他们还得努力压缩成本 不过等量产后发挥规模效应的作用 特斯拉似乎离这个目标并不遥远 多家研究机构预测 以特斯拉Optimist当前的技术水平 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量产版本 有望在2024年初步成型 并于2025年正式开售 据浙江证券的研究显示 当Optimist人形机器人销量达到10万 50万和100万台的时候 测算出对应的BOM成本可能会降到25万 18万和13万元人民币 这样一来是不是跟马斯克订的2万美元目标 越来越接近了 马斯克也说了 虽然人形机器人比汽车复杂多了 但长期来看 成本肯定能控制在特斯拉汽车的一半以下 这是他最近对ARK Invest自动驾驶 和机器人技术研究主管Sam Kores的回应表态 另外 最近有一位特斯拉车主询问Optimist的售价 是否在25000至3万美元 马斯克的回复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价格会更低 这表明 特斯拉Optimist未来很可能成为 大家都能买得起的人形机器人 不过呢 你们也先别急着下单 虽然马斯克在今年1月份的财报电话会议上透露 特斯拉打算明年交付首批Optimist 但他同时也提醒大家 Optimist前期只是面对工业场景 而面向普通消费者的大规模量产还需要时间 所以 如果你想买一个机器人回家 可能还需要耐心等待 同时也不妨再多攒些钱 而在国内方面 羽树科技 富利业智能和优币权等公司的人形机器人 都已开始进入了小批量的销售阶段 不过嘛 价格可不便宜 每台都要几十万到上百万人民币不等 比如羽树科技的H1 去年下半年就开始小批量生产和发货 价格还算亲民 但也要几十万人民币一台 国外售价为9万美元 富利业智能GRE虽然已经开始预售 但没有公开价格 而优币选的人形机器人 Walker系列已经售出了十多台 不过根据优币选去年上市的招股书介绍 每台售价高达上百万元 尽管价格都不便宜 但好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 加入人形机器人布局 关键零部件的国产化加速推进 成本正在稳步下降 以前动辄几十上百万的天价 现在正朝着20万左右 甚至更低的目标靠近 比如支援机器人的远征AE 和开普勒人形机器人的价格 就挺接地气的 开普勒宣称 他们计划将人形机器人价格 控制在2万至3万美元左右 而支援机器人也预估 远征AE的成本能控制在20万元以内 这跟特斯拉Optimist的2万美元目标 已经非常接近了 不过说实话 就目前这个价格 咱们普通消费者 要想把人形机器人领回家 确实还需要点时间 现阶段 他们更适合在工厂 物流等这些工业场景中发挥作用 因此 像Igility Robotics FeedRI和UB选 等这些公司的机器人 早早便去工厂打工了 早在去年 Igility Robotics的人形机器人DJAC 就率先在亚马逊和GXO物流公司的仓库上岗 负责一些重复性的搬运任务 他们还宣布 在美国俄勒冈州 开设世界上第一座人形机器人制造工厂 每年生产1万台DJAC机器人 今年初 FeedRI就宣布与汽车巨头宝马达成合作 在南卡罗来奈州的宝马工厂部署FeedRI01机器人 让机器人接手那些重复或有风险的工作 以提高工厂生产效率和安全性 而UB选的Walker SE进入了蔚来汽车工厂实讯 负责在蔚来工厂的装配线上辅助作业 甚至还能灵巧地贴好车标 充分展示了他精巧的身体控制能力和灵活的手部动作 在这个商业化热潮中 中国也将迎来自己的第一座人形机器人量产工厂 志员机器人最近与林港集团达成战略合作 他们将在林港奉贤新区开建首个生产基地 打造上海第一座人形机器人量产工厂 总的来说 尽管人形机器人的成本仍是一个挑战 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成本的降低 他们的应用肯定会越来越广泛 从工厂到服务业 最后走进普通家庭 也是指日可待 虽然现在还有点距离 但可以相信将来有一天 人形机器人也会像电脑和手机一样 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小伙伴 那时候 人形机器人就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而是我们身边的好帮手了